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回到這個Minecraft極限生存 我們繼續我們的旅程 上集說到我們建了這個小屋 基本上就已經完善了這個工程 那今天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那今天呢 其實我就想先把這個 那裡又有那個流浪雙人 我就想把一些基礎的建築物先做出來 那大家看到那邊樹那裡就有一個種樹區 所以我就想搭一條橋過去 而橋的材質呢 大家如果看過物品欄就知道 就是這個營火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個營火以前都有人用來做橋 效果是十分良好的 所以我就想用這個方式去搭過去 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要搭過去 好像是要用到泥土要先放上一格 對不對 先看看 這樣吧 咦 不是啊 我也照樣可以照防 OK 當然不要緊 對啦 因為它這個作為 這個叫做橋的樣子都十分良好的 OK 那這裡呢 只要淋色它 那你就會看到 那個橋的樣子都出來了 OK 那只要把那個淋色帶它 OK 那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很有型的橋出來 對啦 差一點 總差1 2 3 4 5 應該要5個吧 先弄好5個吧 那邊有一個流浪商人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流浪商人會生成在我附近 看一下 其實這個營火都很難做 那些材料都不太容易擁有 都很難有 對啦 對於剛剛 就是剛剛生存的人來說 只有3個而已 不要緊 不要緊 將就地先用 好 我們遲些再補回去也沒問題 暫時偷工減料一下 OK 斷橋 不要緊 OK 那大家看到這個就是那個橋 那就出來了 那但是呢 當然啦 只有這個營火做橋 好像不是說很美觀 但是不要緊的 等我遲些再修飾一下 就應該會OK 那現在還差一點材料 不過不要緊的 好啦 那我就花了一點時間去整理一下這個農地 一些土地 基本上呢 你會看到很大分別的比之前 因為我就剷了很多土地 剷了很多泥土 然後呢 引了一些動物過來這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裡有些雞 我可以餵一些東西吃給他們 OK 這邊呢 就有豬 有豬 有羊 有牛 基本上呢 已經齊了 要養的動物 那我先餵東西給他們 然後呢 就可以 弄一弄一些小的農場 OK 等它快點長大 好 那今天現在有些什麼要做呢 現在呢 我想呢 弄一個雞的塔 先 因為雞呢 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雞呢 如果它生蛋的話呢 它的蛋會亂飛 所以我想弄一個塔型的 一個 龍場等等 等它呢 生蛋的時候呢 就會順著 直接扔下來這裡 好 我們來開始了 好啦 各位幾經辛苦呢 終於搞定了其... 一部分 對 因為呢 搞水流這件事呢 我太久沒弄了 所以我也不太記得 究竟應該怎樣弄了 但呢 我就成功搞定了 基本上 那現在呢 只需要呢 引起另外兩隻上來就可以了 但這兩隻死都不上來 上去 有一隻成功上去了 那這隻只要 推上去 OK 它是不上去的 OK 上去 在這邊 OK GO 上去 上去 這邊 上去 哎 可以了 可以了 OK了 終於 咦 現在有水很奇怪 哎呀水很奇怪 先進一進 現在上面OK了 但是下面這裡呢 多條這樣的水 在這裡 OK 是不是這一格有水 OK可以了 好搞定 這裡出口 不是這裡 這邊 好搞定 那這個水的雞塔 就大功告成了 基本上呢 只要收一收 有些多餘的木材 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水塔呢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 你看到呢 是瘋狂在滴水 是瘋狂在滴水 瘋狂在滴水 然後呢 我可以這樣跳上來 去到 餵這個雞 我沒有跳出來 噢 真的摺死了 好 然後呢 就可以在這裡養 然後呢 在這裡生雞仔 然後呢 雞仔呢 一路都會衝向中間 然後它關掉蛋呢 就會把蛋直接關掉下面的位置 基本上就不需要特意上去撿 那麼麻煩 OK 之後這裡我們用一些玻璃位置 就大功告成了 各位 我們可以下去了 非常方便 一個雞塔 當然啦 還有其他的一些 動物的一些農場可以做的 例如是這個 全自動烤雞機 但是 我需要一些時間去到 看救我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悉 太久沒有玩了 對於機關的東西都不是很熟悉 大型的 經過農場呢 順便就餵了一些豬呀 牛呀 羊 等他們快些多一點的動物 那就不需要受到一些物資上的問題 這個圍編呢 我就用了玻璃片 北馬 可以 κάν很多個 所以我就選擇了他,雖然他那個...其實也不算很漂亮,但我覺得都OK的 OK,就是這樣,之後就... 還有一層,既然是這樣,我們鋪多一層吧 好,這個非常簡陋的雞塔 基本上就完工了,我們下去下面 然後還原地下 這樣就OK了 Oh no,火把又被人衝爛了 阿櫻不停在生蛋 還有這裡漏水,不過不要緊,很少問題 我們上去看看 現在就是這樣的狀態,上面這個我打算有陽光 讓它有些其他的樣貌 不要只用木材 雖然其實很難看到,但我覺得都OK 然後裡面就沒什麼特別的了,大家剛才也看過 裡面就是那些雞,不停瘋狂游水 永遠都找不出這個水地獄 他還會不會吃東西 我還會 OK 有生蛋嗎? 那些蛋呢,遲些可以用來做一些蛋糕之類 就可以有其他的一些食物 好,那今集的Minecraft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這個Minecraft之旅 各位再見